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健康当然是关我们的事啊 今天呢关主播出任务 我要来做年度健康检查 我今天的心情是有一点点紧张跟期待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嘛 也是我的年度计划 所以今天这个年度计划可以打工 我是特别兴奋 关主播什么事 现在的心情就是肚子非常的饿 因为要进行全身检查 待会要抽血嘛 我等一下要做的还有一个令我特别紧张的东西 就是要做那个子宫抹片检查啦 女生尤其30岁以后 一定要做子宫抹片检查 来确定子宫是不是健康 好我已经抵达了 哈啰 早安 余生你好 余生你好 要有你 听什么事 我刚刚刚说的 那一会儿 真是 gener感叮 你我刚刚说的 我刚刚就因为这些面子 对我 Memb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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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现在就要来做这个 stress test 所以像我是一个不常运动的 然后又常常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上班族 像我来做这个的话是有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看心脏、心电图有没有变化 运动之前、运动的时候、运动过后 到底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有没有心脏、血管阻塞的问题 对、员、生涡、虚然态、生涡 itez、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有生涡刺濃 done 是否有生涡了 見證、报告是正确的 虚然我们现在刚才传的办法 是否有贡献 OK 来光主播这是你的报告 洪雪局会比较低 就是有贫血 那过程是一点点 5.2 正常要少过5.2 那你就在那个bottle 低脂胆固存 3.1亿会高一点 腹部扫描 有一个左边的肾脏有一粒水流 就是小粒的水流 这水流是不危险的 所以我们每一年 做身体检查来看它的大小 另外一个是子宫有一粒纤维流 会影响月经经血过多 有血快 也会有疼痛 这个情况必须要见妇科专科 让他来做仔细的检查 然后来跟你说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然后另一个要注意的 因为你很喜欢喝咖啡 通常建议是在一到两个小时 之前或过后才喝 就不要跟你的正餐一起吃 因为如果你一起吃呢 你吃辛辛苦苦的这些 都是都没有了 不要忘记就是你的运动 做回你之前plan过的运动 做回去你会觉得比较健康的 好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今天的全身健康检查 医生告诉我说 我的胆固存的指数 是刚刚在正常的指数 但是我的坏的胆固存 是稍微比较高的 在跟营养师聊的过程 我才发现 100%在吃外面食物的我 真的是吃的很不健康哦 一个礼拜总是吃很多 煎炸的食物啦 或者是爱吃甜的食物 都是造成我胆固存高的原因 关注过什么事 新一年的年度计划 诶终于有一项打勾了 也提醒大家记得每一年 或者每两年都要做一次 全身的健康检查 不分年龄哦